在上一回我们讲到了诸后照,在听说宁王造反之后,非常兴奋,准备亲生,那么身穿着闪亮铠甲,风光无限的诸后照,终于是如期踏出了正阳门,自由的感觉又一次充斥在他的全身,秀丽的江南仿佛正在召唤着他。 对身后这座宏大的皇城,诸后照似乎完全失去了兴趣,对他来说,离开这个地方就意味着一种解脱。 然而诸后照绝对不会想到,这是他的最后一次远征,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。 在这次旅途当中,他将遇到一个真正致命的死亡陷阱,并且被死神的阴影所笼罩,留下一个千古之谜。 当然了,这也是他传奇一生的终点,不久之后,他就将得到真正彻底的解脱。 远征队出发了,在这支队伍当中,除了兴高采烈的诸后照以外,还有两个另有打算的人,一个就是那位心怀叵测的江宾,那么另一个呢,是心绪不宁的钱宾。 这个江宾,他正在盘算着他自己的事情,咱们就先不说他了。 钱宾先生之所以心慌意乱呢,原因在这之前咱们也讲过了,这个宾王朱晨豪啊,给钱宾送了很多的钱,把他给收买了。 这钱宾就成了朱晨豪的人,是安插在皇帝身边的一个内奸了。 他现在已然得知,朱晨豪那头战败了,行贿的人已经落入了法网,他这个受贿的,那该怎么办呢? 指望着朱晨豪讲义去,不把自己供出来,那可是不太现实。 这哥们犯的可是死罪,没准现在在牢里,那供词都写了几万字了,连哪年哪月哪天,送的什么东西,送了多少钱啊,是左手还是右手递的,都写的一清二楚。 这个钱宾是一路走一路想啊,他就琢磨啊,哎呀,你说,怎么办呢?我这个,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 再往前走,还指不定遇着什么凶险呢? 可是我也不能不跟着走啊,我要是一跑,这不就露馅了吗? 哎呦,这实在是一种煎熬。 幸运的是,他的这种煎熬很快就要结束了,因为江宾已经决定要他的命,帮助他彻底解除痛苦。 为什么呢?前面咱们也说了,这两位是对头。 当大队人马走了不远,钱宁就接到了皇帝的指令,让他回京帮助自己料理生意,诸后赵先生也做点买卖。 钱宁顿时感到大事不妙,这皇帝都走了,还有什么生意要料理啊? 但是圣旨下来了,他也没办法,只好乖乖的打道回京城。 其实啊,这就是江宾的调虎离山之计,毕竟大家都是熟人嘛,低头不见抬头见的,当面不好下手。 他是一边建议诸后赵安排钱宁回北京,同时派人快马加鞭赶到江西,去寻找钱宁勾结藩王的证据。 您想啊,这钱宁先生收钱收的手都软了,这证据当然是好找了,一找一个箩筐。 使者回来报告给江宾,江宾又把这些证据给诸后赵这么一看,诸后赵就说了,哼哼,钱宁,这个狗奴才,我早就怀疑他了。 好吗,和杀刘锦的时候那句话差不多,既然您早就怀疑,那早干嘛去了? 这俗话说呀,树倒狐孙散,强倒众人推,很快,这个钱宁人被抓了,家也被抄了,事情还干得相当的利索。 这个自刘锦时代之后的第二大拳奸,就此垮台,被关进了监狱。 那为什么说他是第二大拳奸呢? 那第一大拳奸是江宾先生。 据有讽刺意味的是,这位阶下囚竟然比关他的诸后赵和江宾活得还要长,这也算是老天闭眼吧。 料理完了钱宁,诸后赵继续前进。 他的这个行程啊,是这样安排的,要由京城出发,途经宝定进入山洞,经过济宁抵达扬州。 然后呢,再由南京杭州一路南下到达江西。 可以看得出来啊,这是一条凝结着诸后赵先生智慧结晶的出行路线。 既有人文景观,到扬州看美女嘛,又有自然风光。 这时候,他虽然已经得知朱晨豪兵败的消息,却并没有打消出游的乐趣。 正相反,他准备借此机会,好好地游玩一番,放松放松。 按说这个皇帝出游到下边研究视察,地方官呢,应该高兴才对。 可这条旅游线路已经传开,沿途的官员们顿时吓得是魂飞魄散。 为什么呀?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普遍的共识。 这个皇帝呀,就应该老老实实的待在京城里,哪儿都别去。 你干嘛你要四处的闹腾呢? 我们有得管吃,有得管住。 哎呦,实在是没功夫伺候您,就别麻烦了,是不是啊? 这么看来,明代的官员们实在是觉悟不高。 要知道,两百多年后的乾隆盛世,啊,在乾隆下江南的时候, 各地的官员都巴不得皇帝陛下光临寒帝, 不但可以借机摊派搞点油水,啊, 如果伺候的好,还能够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,升官发财。 可是,要想让皇帝来,也不是那么容易的,你得掏钱。 这也是著名的贪污犯和珅先生的一条重要的生财之道,啊, 谁给钱给的多,他就安排皇帝去谁那儿玩去。 这要是在正德年间,估计他这本就亏大了。 就这样,官员们拿着豆瓜来的明脂明膏去孝敬皇帝, 得到皇帝陛下的几句嘉奖, 然后干净利落的跪在地上,熟练的磕上几个头, 发出响亮而有节奏的声音, 在流那么几滴眼泪, 嘴里同时大呼固定台词, 谢主隆恩,折杀奴才来。 我对明代的文官们呢,感觉一般, 这帮人总是喜欢叽叽喳喳, 拉帮结派, 有的时候还胡乱告状,排除一己。 但是另一方面, 我又觉得他们是值得赞赏的, 毕竟这些人还敢于坚持原则, 敢冒砍头打屁股的风险, 敢骂皇帝, 敢骂全奸宦官, 敢于抗命, 这些可不是那么容易做得到的。 而且在我看来, 父母生养多年, 似乎不是为了让自家孩子天天自称奴才, 四处的给人家跪下磕头的, 在人的身上, 多少还是应该有一样东西, 那就是骨气。 当时的地方官们似乎还是有点骨气的, 他们无一例外的对这位出行的诸后赵, 诸皇帝表示了不同的意见, 诸后赵才走到通州, 宝定府的御史奏折就来了, 大意是这个路上危险呢, 那路上也不方便呢, 皇上您还是回去吧, 诸后赵没礼, 等过了宝定, 还没进山东呢, 山东御史的奏折也来了, 还是劝皇上回去, 诸后赵回去了, 但是他老人家愿意回去, 绝不是从见如流, 而是因为他丢了一样东西, 然后他就脱离一大队, 一路狂奔几百里, 带着几个随从, 一口气从山东边境跑回了京城, 您说他回来干什么来了, 只为了对一个女人说一句话, 说什么呀, 我回来接你来了, 好嘛, 这位是谁呀, 这个女人姓刘, 史书上称为刘姬, 是诸后赵十分喜爱的一个女人, 出发之前呢, 他本来打算带着刘姬一起走, 但是考虑到战场十分危险, 诸后赵呢, 又连乡惜玉, 决定把他安置在京城附近, 看情况再说, 临走之前, 刘姬给了诸后赵一根玉簪, 约定如果没有什么意外, 以此为信物来相见, 可是这意外呀, 偏偏发生了, 过了卢沟桥的时候, 呃, 这个诸后赵一时激动, 冲得太快, 把玉簪给弄丢了, 虽然那年头没有环卫工人天天打扫吧, 可是毕竟后边跟着十万大军呢, 这二十多万只脚, 一脚一脚的踩下去, 别说是玉簪了, 玉棒水也踩没了, 当时诸后赵也没在意, 等到了山东, 他听说朱晨豪已经完蛋了, 就派人去接刘姬, 可是这位刘姬虽然是个弱女子, 却是个认死理的家伙, 他见来人没有信物, 就打死也不肯走, 使者回去报告了诸后赵, 说这个事情难办了, 这个刘夫人他不来, 确实难办, 又不能因此就班师回朝, 为了这个女人, 皇帝陛下亲自跑一趟, 一百个皇帝当中会有一百个说不, 可是啊, 这诸后赵他是那第一百零亿个, 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跑一趟, 他认为很值得, 于是在极度的惊喜之后, 刘姬坐到了诸后赵的船上, 一同向着山东进发, 这件事情再次考验了文官们的忍耐极限, 你说你玩也就玩了吧, 现在还擅自脱离群众, 一个人单独行动, 这也太过分了吧, 没等京城的阎官们动手, 山东的一位雄御史, 就近上了一封奏折, 看得出来啊, 这位御史大人, 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, 他的奏折可谓奇闻, 大致意思是皇帝陛下带着几个随从, 穿着便衣, 露宿野外, 这太不对了,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, 国家怎么办, 你的母亲又怎么办呢? 诸后赵涵阳好啊, 没收拾他, 这也够不容易的, 反正人接回来了, 继续朝前走吧, 进了山东, 过了德州, 又过了几宁, 就向着扬州前进了, 在山东境内, 可谓是麻烦不断, 史书当中记载的恶行, 有这么一大堆, 什么要武扬威, 欺负地方官, 搜罗财物之类的, 反正诸后赵, 也因此背上了一个很不好的名声, 但是如果你细看, 就会发现, 这大部分恶行的前边, 都有一个主语, 一个字, 宾, 宾则之, 宾所之, 宾脚之, 此类种种, 不胜美举, 这宾是谁呀, 当然就是江宾, 这个江宾仗着诸后赵, 对他的信任, 是任意乎为, 诸后赵坐拥天下, 什么也不缺, 出来恶作剧的主要目的, 那是为了玩, 可是江宾就不一样了, 他本来只是个小小的武官, 什么也没有, 不借此机会大捞一把, 更在何时呢, 要说他呀, 干的也是相当的过分, 到了一个地方, 立马就向地方上要钱, 如果不给, 他就任意安插一个罪名, 甚至把绳索直接套到地方官的脖子上, 简直是不把人当人呢, 另外他还派出士兵, 侧处搜罗百姓的财物, 凡是有敢于抵抗的, 就拳脚相架, 搞得他们经过的这些地方是鸡犬不宁, 这个江宾的架子也是越来越大, 狐假虎威, 竟然连成国公诸府见到他, 都要下跪, 诸府啊, 就是追随诸地作战的静难功臣诸能的后代, 前面咱们也讲过, 诸能那是一员勇将啊, 当年真定之战, 诸能敢带着几十人追赶几万敌军, 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, 看见自己的后代是如此窝囊, 没准啊, 能气得活过来, 虽然诸后赵自己也干过一些类似不太地道的事情, 但是总的来说, 他本人做事还是比较有分寸的, 连指着鼻子骂他的言官他都能容得下, 那还容不下老百姓吗? 但他对发生的这一切, 当然是要负主要责任的, 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个江宾是一条恶狗, 而诸后赵则是恶狗的主人, 可是诸后赵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 由于他无尽的放纵, 这条恶狗已经变成了恶狼, 即将调转他锋利的牙齿来对付自己的主人, 这个江宾呢, 他是一个武将, 他一打仗起架, 作战的时候很是勇猛, 据说呀, 有一次他在战场上, 有半边脸让冷剑给射穿了, 这位粗人二话不说, 立马就把剑给拔了出来, 这脸上鲜血直冒, 他也不管, 继续作战, 吓得敌人魂不附体, 此情此景足可比你当年的夏侯敦先生, 但是除了好勇斗狠之外, 这个江宾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, 什么贪污受贿, 敲诈勒索, 他是无所不为, 对于这些事情啊, 诸侯赵也知道, 却不愿意多管, 在他看来, 这个人不过是想捞点钱, 可以理解, 也可以接受, 可惜啊, 诸侯赵是大错特错了, 江宾这个人的胃口是越来越大, 不但打算要他的钱, 还想要他的命, 还有他的将善, 为此啊, 江宾设了个圈套, 准备借着这次出征的机会, 除掉诸侯赵, 而对于这一切, 诸侯赵本人还蒙在鼓里, 在他的眼里, 江宾是一个十分可靠的人, 说到底啊, 他还只是一个不到三十岁, 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, 诸侯赵这辈子, 也算是多姿多彩吧, 短短的十几年, 他就遇上了三次谋反, 刘锦, 还有朱振帆, 还有最近的朱晨豪, 或许是上天保佑吧, 这三次谋反, 连他的一根寒毛都没伤到, 但是, 这一次不一样了, 这个致命的威胁, 就在他的身边, 阴谋的黑手, 正慢慢的向着毫无察觉的诸侯赵伸去, 很快, 他将扼住皇帝陛下的喉咙, 置之于死地。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江宾设下圈套, 准备陷害诸侯赵, 可是这个生活就如同电视剧一样, 总会有点波澜起伏, 当江宾看到那封要命的奏折的时候, 他那自以为聪明绝顶, 运筹帷幄的脑袋, 终于有点懵了, 这封奏折比较长, 精选内容, 咱们选几句, 来给大家说说听听, 都说什么了呢? 这里都说, 先于沿途拂有奸党, 其为薄浪, 荆轲之谋, 告诉皇上, 说这路上会有坏人行刺, 另外他还说, 诚恐前部之徒, 乘细窃发, 或有意外之余, 臣死有遗憾已, 还是劝皇帝陛下, 说这路上会有坏人, 您会有危险, 这几句应该是比较好理解的, 咱们就不多解释了, 最后介绍一下落款作者, 是谁呀? 王守仁, 顺便说两句啊, 这封奏折诸后照也看了, 却并没怎么理会, 在这之前, 江宾和王守仁, 也算得上某种程度上的战友, 毕竟当时他们有朱晨豪这个共同的敌人, 但是王守仁显赫的战功, 让江宾愤怒了, 他没有想到, 这个一枚钱, 二枚兵的家伙, 竟然平定了叛乱, 抢了自己的风头, 而这份奏折上的每一个字, 在江宾看来, 那都是在说自己呢, 这个红眼病, 外加作贼心虚, 于是乎, 江宾就决定, 先拿王守仁开刀, 有那么一份杂志, 曾经评过人类有史以来, 最不应该犯的战略错误, 一个行为以超高票数当选, 那就是武力进攻俄国, 这个结果也比较靠谱啊, 连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猛人, 千里迢迢去啃了几口西伯利亚的血, 最后也只能灰溜溜的跑回来, 那么如果评选正德年间, 最不应该犯的错误, 翻翻史书, 不用投票大概也能够得出一个结论, 那就是和王守仁先生叫板, 其实啊, 王守仁写的这封奏折并不是指向江宾的, 他说的主要是朱晨豪的余党, 当然了, 其间是不是有隐含着的意思, 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, 要知道, 虽然王守仁先生看起来有点像个二浪子似的, 实际上他不但精通兵法, 还擅长权谋, 很会做人, 在官场里啊, 也算是个老油条了, 经常和人称兄道弟, 他和兵部尚属王琼的关系一直非常好, 所以说他的这个群众基础也是相当不错了, 当然了, 内阁当中也有一个人不喜欢他, 那就是杨廷和, 不过这似乎也无关紧要, 那么有了这些人际关系, 王守仁先生自然是消息灵通, 从半年后他采取的那些紧急行动来看, 他对于江斌的阴谋应该是早有察觉, 于是, 继朱晨豪之后, 江斌成为了王守仁的新敌人, 事实证明, 他是一个比朱晨豪可怕得多的对手, 江斌想出了一个很恶心人的方法, 他在等待着一个机会, 要像猫捉老鼠一样, 先慢慢的整治王守仁, 然后再除掉他, 这个机会很快就出现了,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? 他们下回接着讲。